欢迎关注 叛来有一种很有趣的 要各个不同经营层面的 表现不错的解除人士 跟各方的掌握者要跟大家分享 他们在各个领域 他们怎么去推动 怎么去推展 在各个工作的领域 他們有他們不同的一個接觸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今天這個頻道講座這一週 特別邀請了就是在我們台灣 這個媽祖文化或者是宮廟文化裡面 推動也是相當付出蠻多 而且有獲得相當好的一個專業人士 我們這個專業人士是我們桃園市 桃園市持戶宮 桃園持戶宮大概是桃園地區裡面 具有代表性的一桌媽祖廟 那我們今天要請的是桃園持戶宮的主委 吳主委他要來跟大家分享 桃園持戶宮他有什麼樣的特點 桃園持戶宮是今年北台灣媽祖文化 我們如果這次在台北 台北、新北市 我們也接觸或者看到相關的訊息 因為北台灣媽祖文化 其實大概會辦的大概在14、14年左右 那現在大概是整個北台灣裡面相關的 藝文活動、過去點活動 也有特色的一個活動 因為他主要理解了好幾個區域 包含台北市 包含新北市、包含金融市 到桃園、新竹 那以至於到伊朗 這個就是在廣闢的北台灣的一個區域範圍 那他們這幾個其實接連的朋友 在辦理相關的北台灣媽祖文化解 那北台灣媽祖文化解的 他不純粹只是一個 他基本上他不是宗教活動 那基本上他有紀念活動 可是在紀念活動之外 他可能導入了更多的這些 傳統化的元素 藝文活動的策劃等等 就是這個活動基本上他 我在看他基本上是定用在一個 藝文活動的一個特份 那我們今天我們學校會規劃這樣的一個主題 其實跟我們學校在去年 其實跟台灣媽祖文明會 在我們學校建設了一個 在台灣第一個體 媽祖文作為主題的 這樣一個學院 所以我們在上學期跟正學期 我們的學習都有一個 明道講座裡面 跟我們要經營管理者 跟我們傳統元化病 進行的講座課程 那在這個講者來之前 我放一段 簡單的一個小小聽 大概兩三分鐘 那這兩三分鐘 大概可以讓同學介紹 我們明道大學 這個校園之內 目前有這樣的一個 學院的一個建設 那日後其實還會有相關的一些活動 如果同學你們對這方面有興趣的 對這方面有興趣 可以主動的跟我們 還有我們媽祖文化學院做聯繫 其實我們後續都有相關的活動 陸續的在推展 那在這時候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些小短片 3 2 1 請揭牌 明道大學結合民間文化與學術 成立國際第一座 以媽祖文化推廣為主題的 媽祖文化學院 在大甲鎮藍工董事長 也清飆 與新港鳳天工董事長 何達黃 及20多座台灣媽祖廟的主事者 見證之下 正式揭牌啟用 我們把學術 跟民間的這些文化的活動 做一種種合的聯繫 我們在聯繫 在聯繫大學的團團 然後在聯繫 聯繫 各個地方的 祈禱 甚至 觀眾 有興趣 團聯到聯繫大學來參加 現場邀請到美斗國小舞獅隊 啤頭國小火唱團 帥牛大道具團 及人文學院的學生 帶來精彩的表演 各個媽祖廟的董事長 也到場至此肯定 我們所有委員 跟我們所有 共產黨的這些好朋友 都作為來參加 這個街台主要儀式 為什麼我們的媽祖 也傳承 這個校園 有拜國比 我們說 我們都要 這個校園課程 一定會盡力 來盡力 民道大學是 大甲鎮南東媽祖 繞境 唯一經過的大學 結合這份良緣 透過專業的師資 與完善的教學計畫 培養學生文獻記錄 文創設計 規劃管理的能力 傳承並創新台灣的在地文化 民道大學新聞媒體中心 綜合報告 我是稍微介紹了一下 我們目前學校設置的這個 民道大學 媽祖大學 這個學院基本上 是由台灣媽祖 可以跟我們學校做一個合伴 大家聽完告訴說 這個單位到底在做什麼 其實這個單位 目前做的規劃和活動之一 或者是我們推動的主軸之一 就是在我們學校 有一個媽祖文化學分學成的 這樣的一個推動 那媽祖文化學分學成 我很簡單很簡單的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這個學成績 讓它設計有幾個主軸 第一個 就是我們傳統的民間文化 傳統的民俗文化 第二個叫做組織經理管理 第三個就是文化創意設計 第四個就是彩編 就是彩編可能跟我們文字的編輯 或是攝錄影技術 其實我們這個學成 主要是在做跨域課程的整合 那其實現在我們台灣 其實有很多 可能是宗教團體 或是文化團體 它有相關的一個組織 那這個組織其實在 目前台灣未來的職場上 它就需要很多專業跨體力 專業整合能力的人才 那很多其實有很多種的問題 這個組織 它可能需要的原產 它可能需要 你必須對傳統文化武器的掌握 可是日本是怎麼樣 要有一些彩編 彩編 甚至是企劃的這樣的一個亂彩 另外就是 有些就是 它可能進入到這樣的一個組織裡面 它必須要有一些組織 機關的改變做的整合 那以至於到現在其實 你看我們台灣的文化創意 的相關的產品裡面 有很多是這樣的結局 我們民進信仰 或者是宗教信仰的相關的組織 做的結合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學程跟課程 以至於學院這樣的設置 主要是透過一個簡單的舞蹈 希望我們學校的學生 在修課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話語課程的整合 那原理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的這樣的一個講座 我們就特別邀請 我們台灣媽祖林儀會的部會長 我們的吳主委 吳主委在嗎 我們是不是在來掌揍嗎 吳主委 吳主委就是帶領他的團隊 主委在把這個桃園池物工 經營得非常非常的好 經營得非常非常的好 經營得非常好 其實尤其是今年 今年度其實就在上個月 上個月被台灣媽祖林發揮 就是由我們桃園池物工 作為主要設法的執行的單位 好 那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主委 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組織管理 因為雖然我們今天講是公廟 可是公廟本身上 它也是一個組織題 組織怎麼去做經營管理 以至於活動的策劃 那剛好就是 北條媽祖文化節剛結束 所以我也特別邀請主委 跟我們分享說 我們在規劃義文活動的時候 怎麼去做規劃 以至於組織 怎麼去做一個經營跟管理 我想這個是未來同學 你們在職場裡面 可能都會遇到 或者有可能 你在相關的單位 其實也固定是公廟團體 宗教團體 各個團體 還有台灣其實現在 有很多的公關公司 它都需要怎樣 需要一些具有組織整合 以至於活動企劃策劃 這樣的一個人才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樣的一個主題 就可以了 請我們吳主委 來跟我們分享 這樣的一個主題 那我想 我們這個詞簽呢 我們就不要 鬥戰太多的詞簽 那我們把 我們這個詞簽呢 交給我們吳主委 我們時之在 謝謝掌聲 歡迎我們吳主委 謝謝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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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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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正宗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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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